好你个宋大山 老娘生你养你这么多年 你竟然为了个贱货对老娘动手 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老天爷啊 你开开眼 你来劈死这些畜生吧 宋老头都快走进屋子了 听到这些话 死皱着眉头又走了出来 指着宋大山就骂 你个不孝的东西啊 你娘都敢打 难怪你有分枪 畜生 畜生啊 宋周氏现在是看到他们就心烦 哪里还愿意让他服 让开 你这个小畜生 宋晨顺着宋周氏手一挥的力道 往后一倒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但是他好像顾不得自己疼 又赶紧爬到宋周氏的面前 来 别打 疼 我去 我去 来 别打我 也别打爹娘 傻子配傻子 傻子配傻子 我去的 宋晨说完也不管什么 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外跑 宋和眼几手快地拉住他 妹 你干嘛去 哥 快松手 我要去张村 去晚了奶会骂的 才会退下山 掉下去好疼 我怕疼 好怕 死傻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 再说老娘打死你 在场的人听到这里 基本上心里都明白了 傻子配傻子 这十里八乡 除了宋晨这个傻丫头 张村还有个傻男人 宋大娘是要把自家孙女 送到张家去给那个大傻子 天哪 这还是亲奶妈 这么恶毒 张家那傻子家中 为了让他传宗接代 这些年买了不少丫头 死的死跑的跑 是里八乡的人谁不知道啊 太恶毒了 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宋大山只觉得自己 像是被掐住了脖子一般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那是他的亲娘啊 怎么能这么对他的亲生女儿啊 李政 请您帮我做个见证 我宋大山从现在开始 主动分出宋家一脉 宋家的东西 我一点都不要 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分家的话 我就自请出族 自请出族 这四个字一出 众人哗然 不过想想似乎也能理解 宋老头和宋周氏 做的那些事 确实太过分了 宋老头没想到 宋大山竟然这么坚决地要分家 连自请出族都说出来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觉得自己什么面子都丢光了 宋大山竟然这么坚决地要分家